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的打法 那你看比赛时候会紧张吗 有倾向性的时候一定会紧张 中国队自己打决赛的时候 我肯定不紧张 咱们自己国家队你比较看好谁 我这个其实就跟调合理天就 送命匹 对对对 谁赢谁输是不重要的 我们只希望打得精彩 阿里奥运会最艺术的一期奥运会 回顾整个奥运赛场 全民关注度最高的 莫过于乒乓球比赛的决金赛段 乒乓来自东方的魔法 细处过往 高手如临的国乒队伍 从来不缺经验众人的好球 和动人心魄的故事 这不是街舞 是中国乒乓 这不仅是乒乓 更是艺术 这不是鬼影 是许昕的运动轨迹 你刚才说为什么乒乓球赛场要围上围篮 是因为许昕快把 踢球球赛场打成球球赛场了 国际拼连那个解说也挺喜欢我 就好像迷地一样 反正都是语出惊人 她都说过什么呀 说让我竞选总统 对 对你自己来说 会不会觉得你的左手纸板太有价值了 所以一开始对你的培养 就是团体 双打 团体和双打这张牌场 可能本来就是我的行动 我特别喜欢大家在一起的 但是很多球迷都会觉得替你挺可惜的 说如果不是为了团体 你可能早就是大门关了 你既然没有机会去重新来过 那我觉得走过了 就是想了下一场 其实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 最光彩的或者说最辉煌的 可能就那么短短几年 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这个时代 就要落下帷幕了 你会觉得失落吗 欢迎收看 阳光保险 名人面对面 专访许新 理想无悔 我能看看你的手吗 人都说你的手 你的手真的好长 那为什么不去打篮球 或者打网球 脚子又高 小的时候 其实我妈让我去尝试练钢琴 机缘巧合 教练去幼儿园选运动员 测往返跑 测你的反应 我可能跑得不算快 反应快 我没踩到线我就回去了 还会强跑 小聪明的这个劲儿要多一点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个概念 说我要当世界冠军 其实以前看到国家队那些世界冠军 都是在电视上 那后面进了国家队 那时候青年队是在三楼 一队的队员是在五楼 坐电梯能看到 然后就觉得 还是这么神圣 那时候就想去趟五楼 什么时候能在同一个挡板里面去训练 就觉得非常开心了 你那个时候的偶像是谁 当时出了一个光盘 是十张光盘 经典战力 我就看的是最后的一盘 最新的 那时候是马林 就天天在那儿学他爬球 因为是纸板 然后就天天学 天天学 就觉得那个时候 这个人是一定是我想要去模仿 能够跟他有交流 我就觉得人生就已经圆梦了 那个时候主要带你的教练是 秦志导 对 他是指导你跟马龙两个人吗 对 他其实我在上一队之前 他已经带了马龙了 就是我们 确实我跟马龙是属于那种 不太让他省心的 但我觉得龙队看起来 是那种特别省心的孩子 你要是看他们采访 你就知道了 他说马龙看起来乖乖的 怎么样怎么样的 就是除了训练这个以外 让他操心的事也比较多 随着他的表情越来越凝重 许欣的比赛也输了 不知道 三点多起来了 马龙还问我干嘛 为什么 我不知道 打文的 打不死 场上有刁动的时候 认得太困了 我俩的采访都说 让他受苦了 他这个头发白了 我们俩人有隔一半的责任 你知道秦志导怎么评价你吗 一个字懒是不是 是你早上从来不起来训练 他的意义上的懒 不是说我不肯练 稍微有点天赋的运动员 不管是什么项目的运动员 他会走捷径 就是使巧劲 对 但是乒乓队有一个事 是大家不知道的 我们采访的时候 从来不说自己的绝 其实我们也不想让别人知道 我们练得多苦 你们怎么绝 比如说周日不练了 大家都休息吧 睡个懒觉 然后你去周日 你去馆里边就知道了 就劈了啪啦 早就已经练上了 其实大家都说 算了吧 休息休息太累了 但其实都是暗自发力 你会去吗 我不去 我怎么知道这事 但是大家都觉得 你的状态始终特别的松弛 我属于那种喜欢让自己开心 我喜欢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们这儿也帮你细数了一下 你辉煌的那些年 辉煌 从2007年说起 那这个是真辉煌是吧 不是双引号上的 怎么可能 我就说你要从07年的话 那时候我算是刚出道 感觉负面的交代比较多 17岁的时候战胜当时世界第一 你的前辈王丽琴 你在的就是王丽琴和许心 丽琴是情细简单的 这个队员在今年最后一战的时候 还参加了云台山杯17岁以下 中国乒乓球的挑战赛 非常棒 相持连续拉第五版第六版 如果说单评我们去讲 说是在云台山杯17岁以下 中国乒乓球挑战赛 刚刚最后一个出场的选手是许心 那么现在就能跟王丽琴打通3比1领先 可能很多人不信 但是这确实是一个事实 4比1战胜了世界排名第一的王丽琴 那你已经出道级辉煌了 当时赢了王丽琴什么感觉 就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了 赢了 赢了王丽琴 赢了那时候世界排名第一的 没概念 这可能也就是小说里面 可能会这么写 不仅出道级辉煌 17岁的许心 还不知道自己将创造许多奇迹 许心在与奥运会冠军马临的对决中 暴冷击败对手 竞技四强 09年全约会 许心战胜昔昔日偶像马临 机身四强 我觉得自己主要打的确实实在 太差了 并与王丽琴获得双打冠军 好的 同一年 乒乓球世界杯男子团体赛 许心驻中国队 3比0击败韩国队 获得个人首个世界冠军 2011年 路透丹世平赛上 年轻的许心马龙 击败了老一辈的 奥运双打传奇组合 马临 陈起 以4比0 战胜了日本的极存真情 2012年 许心击败极存真情 夺下亚洲杯 男单冠军 同一年 国际拼连总决赛 许心以4比0 击败前辈王浩 首次登上世界第一的宝座 2013年 蝉联亚洲杯男单冠军 运夺得世界杯男单冠军 收获首个世界三大赛 单打冠军 也成为中国第一位 获得乒乓球 男单世界冠军的 左手运动员 三个月后 许心在国际拼连总决赛中 击败马临 魏敏冠军 2014年亚运会 2015年亚洲杯 许心击败梵振东 获得男单冠军 2016年亚洲杯 许心击败张继科 收获第四个亚洲杯 男单冠军 与马龙并列 成为亚洲杯历史上 收获男单冠军最多的球员 因为大家知道 就是马龙完了以后 后面当打到主力的 就是我了 然后我完了以后 就其实隔了很长时间 后面出来的是 小胖 小胖 是97年的 其实差了七个年龄的 就是老百姓 他不是天天关注乒乓球 他能够念上名字 他一定是 就至少是在前三号里面 绝对主力 后面越想就觉得 这个太残酷了 其实就是 拿完世界冠军的时候 自己也属于一个迷茫期 因为是以前都说 是梦想世界冠军 那时候是拿着了 而且是自己打的 这个时候 打江山已经过完了 该守江山了 你要守住你的位置 最大的主力 这个空间就是五个人 别人也想拿世界冠军 他就要宠你了 稳的位置 你一般冲不动他 只能冲 这个 所谓的主力边缘 四五号这个位置 我觉得后面 我用一种心态就是 我不看后面 我就继续往前冲 东京奥运会 你跟小早那场比赛 算是你的一个遗憾吗 算 世界上不可能有一个人 比我在混双上付出的还多 四五号这个球 我看不见 我们就能够 三米开外 许欣地带 有人说在乒乓球台 许欣将秀这个词演绎到了极致 他的打法是对常规的挑战 是对艺术的成熟 神来之笔早已数不胜数 一个个神球 既含了对手的胆 也养了观众的力 你觉得你打球是为了痛快 还真的能赢吗 赢的基础上 要是能够打得痛快 打得消散的更好 欢迎收看阳光保险 名人面对面 专访许欣 赢得痛快 打得潇洒 2019年是特殊的一年 马龙伤病赴美手术 樊振东也身在低谷 许欣肩上的担子 前所未有的沉重 常常身先三项的许欣 仿佛一台无情的冠军收割机 瑞典公开赛 国际拼联总决赛 德国公开赛 新闻组合战绩 堪称无往不胜 刚开始让我打三项的时候 我觉得我接受不了 就是太累了 没人去全年是怎么干的 就是当时也是下定决心 去定这个目标 然后要去加体能 要去加力量 然后把整体维度练得再宽一些 差不多九个月吧 就是身边的人 见我不躲的人 突然一见就觉得 我好像变了一个人 就跟充气了一样 就纯是练的 那就等于说 你比别人付出的多 伤病也肯定比别人更多 对 这个没办法 全年里面只有我一个人 是参加参向 团体里面是有单打和双打 然后混双也得打 那一年大大小小拿下了 21个冠军 网友就戏称说 许欣就差 穿上裙子去参加女子的项目了 对 就经常早上起来比赛 然后这个比赛完了以后 下来喝喝水 然后继续上 你那个时候当冠军收割机 有感觉吗 没有 我拿这么多 没有 没感觉 真的是没感觉 赢完以后更没感觉 领完奖 从这个出口下去以后 然后把奖牌 给了我们的体能 然后我就直接入场 双打就开始了 我的天哪 有一次打完比赛 那天晚上打到十点半 我打完就躺下来了 觉得我还不如睡场地里面 就懒得回去了 好像还有一次是在比赛的过程里 是不是因为太累了 叫了这个急救过来 说你在当时在更衣室躺着都起不来 还得其他队员把你拽起来 你刚才说的是两个比赛 一个是腰伤 腰伤是17年全约会 到最后一场 那个比赛是打着 麻醉上去打的 就是我们以前是有封闭的 然后我临上场的时候 我感觉腰就动不了 打到最后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到最后打完以后 我就直接就摊地上了 就只能到最后 身边的教练和队员给我拉起来 叫暂停的那个 是19年的总决赛 也是因为三项一直打 他就是强度非常高 我手腕伤了 是想换个时间 但是当时票已经卖完了 央视也直播 都已经排好了 然后只能上去打 打一半 手腕实在是受不了了 然后就叫他暂停 医疗暂停了 最后捡了一条命 赢回来 其实队里边给我定的目标 就是混双和双打 这两个项目要拿冠军 单打 首先你要进入四枪 你要进入四枪的话 基本上都是自己人打了 你在你全力以赴 你输了 也是输给自己人 那个时候 你觉得你自己状态 是最好的时候吗 19年 那年我是拿了劳模 全部劳模 然后队里边也发了我一个标兵 对我21个冠军的认可 那个是我 我是觉得是非常开心的 比我拿冠军要开心 算是巅峰了吧 对 但是在最好的时候 后来疫情了 疫情了 疫情之后 小枣又伤了 其实他伤了 我感觉我那段时间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抑郁的可能 有三个月的时间内我用了无数种的办法 教练也用了无数种的办法 都始终没有能改变我每天只能睡两个小时 只能睡两个小时 到最后都已经找了专家去用针灸扎那个头 我一上来就受不了 但后面试了 试了也睡不着觉 我12点睡2点醒 然后10点睡12点醒 然后后面我就已经放弃了 就两个小时 然后就把灯开开了 自己想干嘛干嘛 后来怎么熬过去的呢 我也不知道过了过了三个多月吧 没怎么睡觉 不睡觉 但是到不了崩溃 因为觉得虽然是疫情接担 但毕竟还有王运会 所以就靠那个劲就坚持 东京奥运会你跟小枣那场比赛算是你的一个遗憾吗 嗯 算 那场比赛你说没有给自己一个好的交代跟结局 嗯 其实就是 对于这个混双期望值比较高吧 嗯 因为练的比较多 世界上不可能有一个人比我在混双上付出的还多 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这个确实是挺辛苦的 嗯 为什么到最后比赛的这个结果和自己的付出不对等 那场比赛完了以后和总局的领导也有有有沟通 就是说我现在状态怎么样 我说除非你给我换了 你只要不换 我一定拿出120%这个精气审去备战 因为团体赛比我个人更重要 我不能因为我这个自己的失力 然后去耽误另外两个队友 另外两个队友 还指这个团体冠军呢 就是团体赛来说呢 我觉得一个国家是最看重的 所以我说我一定是重振起舞 好就好在哪呢 我的奥运会最会上就是胜利的 结束的 我们这儿也收集了一些江湖上大家给你起的绰号 首先是国评第一 vocal 这个评价是正向的还是负面 当然是正向的呀 因为 你肯定比他们唱得好听 我出圈的歌曲一定是那个《拼拼啪啪》 是的 《拼拼啪啪》那个歌曲视频网站上 我们当时是年度排行第一 这是人家做运营的告诉我的 好事呢 没有传千里 到最后唱成这样呢 但是后面也证明了自己 拿了第一届乒乓队好声音歌王 世界海啸 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 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 随你跳 你们还是好好打球去吧 还有就是拼弹第一盲僧 你们也不用起这个绰号了 因为后面我已经戴影线 我看的已经非常清楚了 那你不戴眼镜怎么打球 乒乓球呢 你不是说这个球过来了 你再去看 你是来不及的 它很多是肌肉记忆 它是靠感觉的 还有就是Superman 国际评联那个解说呢 也挺喜欢我 就好像迷递一样的 我一打出这个好球 他就特别兴奋 他一直 就像观众一样 他都说过什么呀 说让我竞选总统 他有很多语出惊人的东西 这个Superman也是他说出来的 他觉得我就像一个超人一样 为什么要叫你艺术家呢 他就觉得好像我就和那种 动漫里面是有点像的 就是这种打法 让人家很多不喜欢看乒乓球 或者不懂乒乓球的 他觉得看这个觉得有意思了 好玩 然后和其他运动员完全不一样 就属于另类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打过去 但是你要说最精彩的 一定不是镜头里面的 我在训练场上 要是架个摄像机的话 那我这以后就是变成这个百家球了 因为训练中打的那种球 更放松嘛 它会更夸张 那能叫炫技吗 你觉得 我要真炫起来了 那个球 更离谱 还有是大蟒 那蛇 蛇的特点是 颤抖 对 颤抖 然后又是属蛇的 你是属蛇的 那我们是一年的吗 我不可能比你大一轮 那就是一轮 你觉得龙 马 胖 你们三个各自都是什么特点 马龙 马龙特点挺多的 也举例说不出来 说一个不太好说 那说个短板吧 短板 唱歌真是短板 就是马龙是属于天台里面 最刻苦的一个 六边形战士 它是一个非常均衡的 是属于我做不到的 嗯 小胖是属于那种 比较 比较踏实的 他已经做到百分之百了 但是 按照马龙 我觉得 他应该能做到百分之八十五左右 因为马龙 那百分之十五 我现在没有看到 有人能 能踏进他那个 百分之十五的点 你们要是彼此之间打比赛 谁赢了谁 会觉得尴尬吗 不尴尬 我们在奥运会前 我连续跟他打两战比赛 我都赢了 赢完以后回去我就跟他分析 就是我们是为了中国队而战的 作为两届奥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冠军得主 取心精湛的球技和优雅的球风征服了对手 也赢得了无数球迷的喜爱 有球迷用略带遗憾的口吻说道 这位最艺术的乒乓球国手 缺席了最艺术的巴黎奥运会 现在不说是一个横板辉煌 纸板示威的一个时代吗 纸板是真没救了 我说实话 就是夸我自己了 大家都说你现在就是全球 纸板 左手纸板最后的棋手 是因为一直改革吧 因为本来纸板就不好打 它是属于百里挑一 然后现在再加上规则 所以每一次改革都有纸板的这个落魄 中国队以前是纸板辉煌的运动员还是非常多 但每一次改革他们都有一个人退役 两个人退役 就是这样 对你自己来说 会不会觉得你的左手纸板太有价值了 所以一开始对你的培养就是关注在团体双达 团体和双达这上面可能本来就是我的性格 我就喜欢这种大家在一起热闹 我是属于群胆 不属于孤胆 但是很多球迷都会觉得替你挺可惜的 所以我就觉得我是活在自己世界里面的 我觉得开心就是最重要的 说如果不是为了团体 你可能早就是大门关了 是比较喜欢我的这些球迷说这个话 我觉得我既然已经选择了 没有什么后悔不后悔的 所以你既然没有机会去重新来过 那我觉得走过了就是想了下一道 其实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最光彩的 或者说最辉煌的可能就那么短短几年 然后接下来可能面临一个趋势就是 偶尔去当教练了 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这个时代 就要落下帷幕了 真走到那一天 你会觉得失落吗 我会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 我就按照我自己的路线去走 我可能也想用心硬的东西 让更年轻的人去喜欢这样的运动 你觉得你打球是为了痛快还是为了赢 我们经常会觉得拿冠军了 就那一刹那或者在期待的时候 是心跳非常快的 真是拿了或者从领长台下来了 好像真赢完以后第一反应觉得累 赢的基础上要是能够打得痛快 打得消散那更好 你觉得体育运动带给人最终的 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 战胜自我 一定是战胜自我 所有的冠军在访谈的时候 都会说自己失利的时候是怎么样的 怎么样去振作起来的 我觉得这是体育带给所有人 最大的能量 在这场世界体育的胜会里 胜负早已不是全部 勇气与坚持 自由与热爱 一样会让我们在这个夏天飞高 最终失利的那一方 我第一个消息一定会给那个人送上 送上安慰 全世界都在祝福拿冠军的人 失落的那个人是不为别人去看到的 拿完冠军以后第一时间去拥抱自己的队友 其实我觉得这样这个画面还是非常温馨